纳唐亚夫此时此刻 不是你拜登总统可以管得了他的 看他现在征战不止 最主要他要保住他的政治生命 因为他一旦不当总理的时候 他可能就准备要坐牢 攻击正在运转的核子反应炉 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过 以色列胆子很大 有没有大到这样子 不顾全世界的这种反对 去做这样的一件 从来没有人做的事情 而且这绝对是伊朗的红线 美国的五角大厦里面的官员 本身就在辩论 你这个时候派了那么多美军到中东去 你知道让战争爆发的更大吗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 在10月4号报道说 美国总统拜登日前就公开表示 要求以色列不要攻击伊朗的核设施 替代方案是什么呢 就是讨论空袭伊朗石油设施的可能性 但美国国务院官员也私下表示说 以色列并没有向拜登政府保证 说以色列不会针对伊朗核设施来打击 所以现在很难判断 以色列会不会在10月7号 也就是哈马斯对以色列大规模攻击的 一周年这一天 发动令人意料之外的报复性打击 现在看起来虽然拜登说话了 不过委员 感觉到这个纳坦雅胡是料定了 这个拜登在选前是拿他没辙吗 纳坦雅胡我看他现在第一个 他一直都这么强硬 这个征战不止 最主要他要保住他的政治生命 因为他一旦不当总理的时候 他可能就准备要坐牢了 对对他是有官司缠身的 第二个人我是觉得他压宝压在川普的身上 因为川普是对犹太人真的是太好了 你看以色列的这个首都 从这个Telavid搬到这个耶路撒冷去 这个就是他做的 他压宝 他压宝了 对对对对 所以我认为他这个做法就是 因为现在选情紧绷了 我看最新的选情就 贺锦利只有领先两百分点 那随时都可能翻盘了 所以这个时候他让阿拉伯一的人 这个战争一直打下去 阿拉伯一的票都跑光了 不会投给民主党 绝对不会 他们现在非常失望 所以今年的投票给他的这个票会非常的少 那所以我知道他压宝 不过我话又讲回来 供给原子核子反应炉 正在运转的核子反应炉 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过 对 没有过 当时以色列去供给伊拉克 在哈山的时代 那个是核子反应炉 还没有放进燃料棒 所以还没有运作 所以他供给了他 那现在他有几座 这个核子反应炉都在运作 那你现在去攻击他的话 这就会破一个例子 我认为以色列胆子很大 有没有大到这样子 不顾全世界的这种反对 去做这样的一件 从来没有人做的事情 而且这绝对是伊朗的红线 那当然 而且你晓得他如果供他核子反应炉的话 伊朗绝对会把上千枚的弹道飞弹 打到以色列去 要注意四月份的那场攻击 伊朗对他的攻击 跟前上个礼拜的攻击 有个什么不太一样 以色列拦截能力并没有那么好 并没有那么好 所以的确他有他的导弹 都打进他最大的机场 F35的那个机场 直接穿过一个机库下来 所以表示说 你不是百分之百可以拦截得到 而且他还打了180枚 如果他要打1000枚 而且有没有用所谓的 高超音速的飞弹 不晓得 以色列说是没有 所以如果他真的用高超音速的飞弹 大量的使用 然后打以色列 我认为以色列会非常惨 我认为以色列会考虑了 帕尔第一个 不能攻他核设施 第二个就是担心伊朗的反击 力道会非常弱 不是他可以吃的小的 那就选择 刚刚讲到石油设施 所以您觉得 如果站在纳坦雅湖立场 他当然先要保住自己的权位 但是因为如果一旦 如您所说的攻击核设施 就会引发中东更大规模的战 我认为一定会这样子 其实非常有趣 纽约时报 用很大的醒目的板 在讲一件事情 美国的五角大厦里面的官员 本身就在辩论 你这个时候派了那么多美军 真派美国的部队到中东去 你是要火上加油还是要怎么样 你知道让战争爆发的更大吗 他还用了一个字 那一个字就是等于是 你是鼓舞的这个 以色列去采取更强大的 更强硬的军事的手段 所以我觉得美国内部也有在辩论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如果纳唐亚夫 此时此刻不是你拜登总统 可以管得了他的 所以现在就看纳唐亚夫 他在内部 因为他们里面也分鹰派鸽派 是不是会听从鹰派的这些建议 要发动更大规模的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中东这个全面大战就会展开 可是拜登不这么认为 因为拜登在10月4号 他再度出面重申 他说虽然以色列正在考虑 对德海人发动 史上最大规模的反击 不过中东不会爆发全面战争 拜登还说呢 为了避免中东战争 美国仍然需要采取更多行动 来确保这一点 现在大家都在想 1982年6月是第五次的中东大战 现在有没有可能 第六次的中东大战要爆发 但拜登说呢 中东不会爆发全面战争 这个说法到底是 先按捺现在的这个局势 还是说美国真的有这个底气 他在背后 他确实有本 所以他才敢这么讲 大使觉得 其实美国手上的工具非常多 对不对 他把他的航空母舰可以撤出 两艘都拉去了 他把它撤开 看以色列 他的空防还需不需要美国帮不住 那你要对伊朗 你发动大规模空袭的话 那如果伊朗反击的话 要靠美国的这个情报 跟这个防空网 那他可以用这个跟以色列讲 你不要采取太过激的行动 那另外一方面的话 很多现在以色列 从打这个加算所开始 用的这些砖地弹 都是美国的 很多重武器都是美国 美国可以把它扣住不发 对不对 前一阵子上个礼拜 我觉得美国才发 才同意给以色列 89亿美金的这个援助 对 那这些都可以不发 对不对 这个美国手上的工具最多了 今天如果不是美国的支持的话 以色列是没有办法发动 这么多攻击的 那在经济上 在军事上 那可以说以色列 现在都非常的依赖于美国 所以我觉得美国 如果要做的话 拜登要做的话 手上工具一大堆 只是他做不做而已 对不对 所以呢 他是这样是 基本上是在警告 我现在他现在 大概着力最多的 基本上是在警告 内坛亚胡 那可是问题 内坛亚胡 受不受控是一回事 他不受控 因为他 美国选举还下三十几天 对不对 他现在把这个火烧大的话 基本上就是在给拜登难看 而且就像刚刚提到 他现在已经压传普赢了 对啊 他跟拜登关系很不好 对啊 那从这个 这个奥巴马时代就不好 所以问题就变成就是说 现在这个 拜登有没有决心 来控制这个内坛亚胡 如果愿意去控制的话 他手上的工具还是很多 在管控上确实很难 像你刚刚提到 他给也可能影响选情 他不给也可能影响选情 怎么决定 我是觉得基本上的话 如果这个战争打大的话 那他损失就大了 拜登损失很大 那可是他现在如果对于这个内坛亚胡 包括以色列的这个在这个 这个尤其是 黎巴嫩南部的这个动武 军事行动 他做某一种的节制 美国的支持也往后撤的话 我想对他的选举应该影响还是比较少 那对他最不利的 对拜登最不利的 就是这场战争 全面开打 对 然后呢 以色列就偏打这个伊朗的核设施 是 对 所以这个问题就变成就是说 在看拜登一面之间 拜登整个想的就是他的选群 对 现在千万不能够影响到 11月5号的投票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刚刚特别提到了 美国特别拉了两个航母战斗群 本来这个杜鲁门号 是要接地林肯号航母的 现在呢 这个奥斯尼一下令呢 两艘航母的战斗群 全部都部署在中东 那美国海军学会新闻也报道说呢 现在美军驻扎在中东的 另外这个巴尔克利号 还有科尔号 两艘这个美国飞弹驱逐舰 10月1号 他们击落了伊朗向以色列发射的飞弹 所使用的是10枚标准三型 我们说标三飞弹 但根据美国2025财政年度预算里面的计划 说接下来5年 美军每一年只能够制造12枚的标三飞弹 那这代表说呢 未来5年内 美国海军总共也只能够补充60枚的标三 也就是说 这次为了要帮以色列拦截伊朗的飞弹 一个晚上就射光了这个美军 未来一年标准三型飞弹的产量 扩塔用完了 可是问题是你 接下来制造也只有这样的量 所以静哥您看 如果中东真的展开大战 或者说在中东这个战 还有包括像俄乌 那台海万一又是的话 美军这个飞弹调度上面怎么办 我想这些的数字都是原来低估的耗弹的需求 没有预期到这一类的冲突场景 那我们应该要思考的是说 近年来美国的工业军工产业身上出现了很多很多的问题 而且很多供应链的团结也都钳制在其他国家的产能 根本就不存在 就要从其他国家去起源 特别是美国海军的造舰更是如此 所以假如你的工业基础现在是完整的话 你透过军事动员进入战时伸展的状态 这个确实我不觉得这是个问题 但是问题就是说 它现在的整个军事工业的基础 这个支离破碎 而且整个供应链是非常有问题 然后我们又知道 全世界现在你要避开 Made in China是很困难的 所以在这个状况 你又觉得这个也不能买中国的 那个也不能买中国的 那你到了最后你又去找别人来生产 现在连造船都要去靠日本跟美国 所以你就知道 这个问题是真正是自己把自己给憋死了 至于台海有势 它又是如何 我们将来会不会有心无力指南而退 我们不知道 但是问题是 我觉得我们需要眼巴巴去讲这个 我们应该自己为自己的未来 跟这个就是说前途要去负责 你天天在那边要起立于美国会来 这不是一个正确的态度 我们自己要调和跟稳定两岸之间的关系 我们第一个要不是说有没有人来救我们 人们来挺我们 而是不要让这个战争打起来 这才是重点 可是话又说回来 我觉得在这个地方 其实有一个蛮重要因素 可能大家都忽略到 就是我们丑习部不能随便乱去见公婆 这一次打了十发标准三级飞弹 战果究竟如何 对不对 这已经是把美国压箱底的东西拿出来 假如这个发现不如预期 那个整个战略贺阻的效果会整个崩盘 这会影响后续订单 不光是后续订单 是他以后相关的贺 这个就是战略贺阻实力 人家要打问号 对啊 你吹凶了半天 结果真正实战也不过表现 不过如此而耳 所以这个是蛮重要的一点 我觉得他献丑不如长拙 所以赶快 你有发现他打完之后就开始 我打不起了 所以我们讲说很多事是值跟量的问题 现在刚刚提到的是在量上面怕会不足 值上面刚才也特别点到了 这个战果如何 不过这确实是有看出了 美军在调度飞弹上面 确实进到了一个蛮急迫的窘境 是啊 因为这个飙山的飞弹是非常贵的 你一美 至少一千万美金 一美 而且如果是卖给我们 绝对不止这个钱 那他美国是这样子 我觉得他用 他去用 他对他来讲也是某种程度的测试 他的这个表现 这是雷神公司的 测试战果 他的 就是他拦截的那个功效怎么样 这是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 他也是做给以色列人看 就是说我有帮你的嘛 最终也让美国那些犹太选民们 说你看 战争一爆发 我就派两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去了 这么贵的标准的这个飞弹 雕山的话都打了 所以我听你 所以我们是很听你 你这个时候很多的美国外交动作 你一定要跟他的国内的选举 连在一起看 对 才能够做一个比较真实的 这样的一个诠释 以色列跟黎巴嫩真主党 他们持续用炮火在进行沟通 那最可怜的当然就是那些无辜的老百姓 死伤人数不断地攀升 并且面对国际的停战 劝和 以色列这边踩得非常硬 依旧是我行我素 一副绝不罢休的姿态 那伊朗也在背后呢 不断地支持了真主党 还放话 不惜一切手段 要挺笔巴嫩 吕建党觉得这场中东啊 爱恨交织的混战 会是50年来最危险的时刻吗 未必是50年来最危险的时刻 但是绝对是50年来最惨烈的时刻 为什么 因为前一段时间 我们要特别注意 现在的作战形态 已经不是像以往这种 仅仅是火力交织 那有更多的因素在背后运作 也就是我们之前讲到呼叫器 讲到对讲机 其实它真正在下面运作 隐含的是什么 也就是当呼叫器爆炸 对讲机爆炸的时候 以色列的8200部队 正在掌握你其他的情报 是怎么样汇流 你的人员是怎么样调动的 当他掌握到这个因素之后 他就开始对你进行 对我们讲到黎巴嫩的真主党 进行攻击 那在这进行攻击的时候 很多人会认为说 为什么都打那么准 因为以色列早就已经掌握这些消息 而且其实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就是真主党做了一些 其实不是太正确的举措 怎么说呢 我们这边看到的 这一个一个都是防污 那这中间的红色的部分 也就是各式不同的武器装备 从无人机 从火箭 甚至到巡异飞弹 他其实不一而足 甚至还有火炮 那当他现在对于 以色列北方进行攻击的时候 他就直接把这些装备 直接的开出来 直接的发射 但是这个部分呢 其实早就已经被以色列锁定 那锁定之后 你才刚出来 他就进行反制 甚至还没有拉出来 他就直接对这些地方进行攻击 那这个部分呢 也就是说 其实大家都忘记了 那个有关于战争规则 也就是国际人道法 对于这个里面的相关的一个保障 大家都认为说 你不可以攻击平民 你不可以攻击民宅 你不可以攻击医院 可是以色列 他对于这个相关的 国际人道法的部分 他其实已经研究得很透彻 也就是说 如果武装部队将医院或学校 作为攻击 或者是储存武器的基地的时候 其实这个就可能会成为 合法的军事目标 也就是为什么 我刚刚讲到会是最惨烈 也就是我们家的楼上 可能放的是飞弹 那结果原来我认为 家里是最安全的地方 但是不是 结果变成第一个被攻击的地方 另外我们看到真主党 那大家能真的分得出 真主党跟平民有什么不一样吗 其实没有办法 这个就又是 我们讲到国际人道法的另外一个部分 就是拿起武器的平民 是不是会失去免于受到直接攻击的保障 对 失去这个保障 也就是说什么 也就是说 其实当以色列部队 他可以声称 我无法辨别 谁是真主党 谁是平民的时候 你只要拿起武器的 就是兵 我就认为你就是应该被攻击的对象 所以他的各种精确打击武器 纷纷出拢 那朝着真主党的 我们讲到的 他的原来装备储存的地方 或者是他的持枪的 这一些平民 甚至真主党人 那进行攻击 这个偏偏就是我们刚刚再一次提到的 是 最惨烈的地方 那但是 这个 美国 他有办法挽回这个部分吗 他没办法 为什么 因为美国其实他在中间 他不是一个和事佬 他只是想说 我用喊的要和平 和平很重要 但是直接军援 以色列87亿 87亿 大家以为是直接军援 就是我直接提供你 那个相关的各种各式的飞弹 或者是炮弹 没有 他不是这样给的 他刚给的这一种 直接的战时的采购 35亿 还有52亿 更大的数量 他做的是什么 他做的其实 也就是升级以色列的防空系统 那当然看起来 听起来 好像是四平八稳 也就是真主党都用各种的无人机 火箭 进行攻击 可是他要提供的 也就是提升 做更多的铁球 Iredone 做更多的大卫投石 大卫投石的拦截高度 接近300公里 也就是他的高度 其实比萨德的拦截 150公里还要高 而且现在以色列 早就已经有一个叫做 Airbin Airbin是什么 就是雷射武器 他用这些雷射武器 用这些飞弹 来反制真主党 未来他是怎么对于这些中东国家的 这个才是中东国家需要注意的 是 好我们说是以色列跟黎巴嫩的交货 已经被点燃了 如果这时候有更多的外力 继续在加油添触的话 全面战争可能随时都会打响 是不是请岳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 伊朗他们现在在这个局里面 扮演的角色 以及他可能下出最关键的一步棋 是什么 你如果要问到伊朗的角色 在这个新近的就是 黎巴嫩南部 就主要是真主党的这个战士 那么其实伊朗的这个角色的话 我们要从两方面来看 首先第一个的话 伊朗这一阵子的表现的话 很多人的话就是很迟疑 为什么很迟疑呢 就是说因为觉得说是伊朗的话 大家感觉上是一个不要命的国家 尤其是像我这个年龄 1979年的时候 伊朗那个时候绑架了 那个美国大使馆的人员 450几天的话 那个情况下来讲 我觉得伊朗真的是个不要命的国家 我没有见过一个游行 把头拍出血来的 那整排的人的话 所以我觉得大家都觉得很恐怖 那伊朗的话 那伊朗这一阵子的话 在这个以色列的这个暗算 或是美国的暗算之下 那么死掉了非常重要的人物 科学家了 然后甚至于包含这个前总统了 然后这重要的卫队了 那个那个苏拉曼尼亚什么的 这些对于伊朗的这个革命卫队 非常重要的人物都是 所以大家觉得说 伊朗会全面报复 觉得觉得说 真正展开全面战争的是伊朗 而不是这个以色列这种情况下 因为以色列在这个加沙走廊里面 所做的事情已经是打了很久了 必须坦白讲 那伊朗现在但是没有 完全没有 所以说大家感觉到伊朗是不是怂了 是不是怕了 那这是第一个情况 那第二个的话 伊朗现在新选出来的总统 新选出来总统的话 大家可以知道 他基本上是一个缓和派 这次他在联合国大会发言的时候 他也强调自己的立场有所改变 所以说这里头就构成了 现在的局势 伊朗的局势变得非常特殊 为什么呢 因为目前为止 所有 据说有至少 我至少可以点出来五方 就是说是这个 哈马斯不要讲 珍珠党 还有这个胡塞武装 还有这个伊拉克 民兵 叙利亚 所有都是伊朗支持的 简于说他打一场带领人战争 那以色列知不知道 以色列不但知道 以色列会觉得说 伊朗你只要动手的话 我马上就攻击伊朗 所以我现在强调 以色列本身目前为止的话 就是那个 我看到这个哈勒韦的这个照片 是以色列的参谋总长 他是已经下定决心 以色列为了要维护 以色列北方的居民的 这种生活上的安全 他会打进去 打进里巴尼 会把这个战争的话 会扩大 所以伊朗现在这个态度 只有暗中支持 不会明目张胆的参战 这是我的判断 但我觉得也 观众朋友可以再观察 就是美国他们宣布 对中东少量增兵 并且是为了撤侨 行动来做准备了 要知道 美国一旦撤侨 那就是全面战争的讯号 尤其是在 美选白热化的这个阶段 派美国大兵 去中东这个是非之地增援 我相信在民意上 应该不会太好看 那刚才跟你从美军的动作 你观察到了什么 美法联合声明 希望提出一个 21天的停火协议 你知道这个两天前到现在 泥潭雅湖是从头到尾 就当做没听到 这件事情你知道 刚刚有最新的发展 就是泥潭雅湖的 听清楚 办公室回应了 就是说目前正在审视 这个21点声明 然后就可能会接受 你知道这件事情 已经把美国白宫的安全顾问 科比给惹恼了 记者问他 然后他说 泥潭雅湖到底什么意思 他到底是政治性的谈话 还是战争性的谈话 我不懂 你们去问他 对不对 这样子是不是说 泥潭雅湖 表面上答应我们 私底下他又在说谎 为什么 因为泥潭雅湖 根本就没有正式的回复 到底要不要接受这21点 这21点是美国跟 法国总理 法国总统马克宏 他们共同签署 他们说 这个以哈的冲突 已经到了无法容忍 而且不符合任何人的 利益的状态之下 你们应该要停火三周 我们再来重新检视 各国一起来想办法 帮以哈之间的分争 跟奇异点 找出一个 可以大家都接受的方案来 可是为什么 他就一直在 就是反反复复 泥潭雅湖始终 没有一个正确的 明确的说法 说我是答应不答应 其实我可以告诉各位 到现在到处 各位看到 我们的节目的时候 泥潭雅湖还是没有确定 不过有一个人讲的话 我们可以特别的注意到 这叫以色列的外长 他叫卡兹 他讲了一句非常 发人深行的话 大家注意听 叫 在以色列北部 从来没有停火这回事 这一句话我不会改 什么意思 在以色列北部 也就是说 当真主党 他们没有退回黎巴嫩去 还在以色列北部 试图犯禁的话 我们一定会干嘛 一定会歼灭他们 所以地面部队准备行动 撤侨行动 已经准备 已经开始了 为什么 因为看起来 我们刚才讲泥潭雅湖 那是泥潭雅湖讲的 可是现在看卡兹 他讲的话 就是在以色列的北部 没有停火这件事情 就是我们一定要把你 通通赶走 其实他赶走是好听 是消灭 他要消灭所有的真主党 游击队 他们才会干嘛 才会停止 所以说地面进攻要开始 这个地面进攻 是自第四次以阿战争以来 就是四五十年前 以色列从来没有这样子开始做 他会一直攻到以色列北部 甚至攻进了黎巴嫩的境内吗 这一点非常值得注意观察 所以美军派了七十个陆战队 到哪里 到塞浦勒斯 塞浦勒斯是最接近撤侨地点 距离以色列是最近的 那所以现在包括俄罗斯 英国 法国 都在呼吁公民说 你们在商业航班 还有的情况之下赶快撤 如果等到没有商业航班的话 像美国一样 要派什么 要派 要派飞机 那派飞机到底能不能派 都是个问题 难道你要做那个又挤又热的 战车登陆舰才能够回来吗 所以撤侨行动已经开始 这个整个局势的话 真的实在值得我们继续观察 伊朗究竟会不会向以色列展开 报复 什么时候要报复 而报复的规模会是如何 这两天也传出了伊朗的总统 叫培泽斯基安 他是新的伊朗总统 他出面向伊朗最高领袖 哈密尼劝和 以色列方面也传出说 要重启跟哈马斯之间的谈判 希望能够来缓和一下局势 所以外界一度认为 伊朗很可能会放弃 报复以色列 但可能吗 说会放弃呢 是要改采取说 只针对暗杀哈尼亚的特工 来进行报复 但在8月9号这一天 却看到了直属哈密尼亚 就是伊朗最高精神领袖的 这个伊朗革命卫队的副指挥官 他出面表示说 最高领袖关于 严厉惩罚以色列 为哈尼亚烈士报仇的命令 是明确的 还说这些命令将以最好的方式执行 我们看到今天有一个最新的消息 就是面对伊朗正式宣战 有一个新闻是说 以色列公布了一张照片 这照片是什么呢 就是上面有关于伊朗的 核设施的据点 把它通通标出来 潜在的意思就是说 万一你伊朗攻打我以色列 以色列也不是吃素的 我就针对你境内的核设施 来重点攻击 所以现在伊朗变得 有点像骑虎南下 所老师怎么看 因为一旦开打 那这个恐怕会出大事 但是呢 不开打 又好像没面子 对 所以就是一个是面子 一个是理直的问题 现在第一个 就我们看到 就是在这个阿拉伯 沙兰阿拉伯召开的 这个伊斯兰合作会议 那这个会议上 其实大家都这个谴责以色列 我认为这个是让伊朗 可以有一个台阶下的第一件事情 那第二个 其实我们要注意到 就是说这个穿梭外交 正在秘密的 正在积极地展开 现在的核心人物是 约旦的外长 那他其实特别跑到 这个德黑兰去 跟伊朗的外长 以及伊朗的总统 来这个提 就是来交换意见 然后也寻求伊朗 这方面的这个讯息 到底他们在什么情况下 他可以比较有所节制 那整体来讲呢 现在大概可以看到 有两个方向 第一个方向就是说 以色列是不是能够同意停火 那如果能够停火 能够就是 能够停止对于这个 让加沙地区这边的 这个居民的这种苦难 那我相信就是说 不是我相信 就是说现在整体 大概大家一般的看法 会认为说 那这个时候伊朗就比较 他就有一个理由 他可以有所节制 那你觉得可能停火吗 这个其实就要看拜登方面 拜登政府 是不是能够给以色列 足够的压力 而拜登其实现在也才宣 也宣布就是说 他们会继续地推动 以哈之间的谈判 那以色列这边 也已经释放消息 说他们会重启谈判 所以看起来 是在往这个方向走 因为现在的情况 就是说 如果要避免双方进入 下一次规模更大 范围更广的这样一次 不断地报复循环 那停火看起来 是唯一的选择 而且现在看到 是美国一方面 在嘴上说谴责 但是一方面又给军援 就是感觉 好像说的是两套 说的跟做的是 美国还是需要去节制 因为其实美国内部 也有一些压力 比如像说是 这个国际特色组织 才最新公布的 就是说 以色列在加萨走廊 所使用的武器 有部分是来自美国的 那这个其实就会给 美国政府一个很大的压力 当然对拜登政府 就是说他也可以 接力使力了 就是说那我因此 要限制你的使用 或甚至我停止 后续的供应 我刚讲这是第一个方向 这是面子的问题 但是理直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伊朗的核武协议 因为拜登政府 刚上台的时候 就谈到过 要这个核武协议 那要重启核武协议 但是呢 其实以色列跟 萨加拉伯过去 是坚定反对 那现在呢 如果要避免一场战争的爆发 要让伊朗收手 那可能就是说 核武协议的重启 变成是一个 筹码 对 筹码 那这个时候 其实为了考量到 就是说 让中东地区 能够和缓下来 萨加拉伯 有可能会改变态度 那改变态度之下呢 当然以色列 可能也被迫要接受 所以这个当然是 对拜登政府来说 这是他的一个 巨大的奖赏 因为他原来上台的时候 就是说要推动 重启这件事情 所以现在就看 怎么想跟怎么谈 特别是刚刚提到 那个关键是 核武谈判的部分 当然你说 伊朗这边有没有准备呢 当然有 最近看到这个伊朗总统 就我们刚刚提到 这个培泽斯基安 他跟俄罗斯的前防长 现在是联邦安全会议的 秘书长 就是说 国安会议的秘书长 邵伊古 见面以后呢 俄罗斯方面是提供 伊朗号称可以让 以色列F-35战机 有来无回的 摩曼斯克BN电站系统 那这款电站系统呢 可以对5000公里范围之内的 无线电 GPS 卫星 还有多种其他信号 跟电子系统来进行干扰 跟拦截 所以一般预料呢 会大幅提升伊朗的防御能力 真的能够强到 让这个F-35说 你有来就无回吗 当然不可能 如果可以 现在俄乌战争在战场上面 克里米亚上面就有一套 我们知道目前俄罗斯有三套 加里林格勒就是波罗地亚那边的 俄罗斯的飞地有一套 然后克里米亚上面有一套 另外一套在北方舰队那边有一套 那这个系统其实 它就是很单纯的电站系统 但我要讲一个 这个系统真实发生的事情 在2018年的时候 挪威有一艘刚下水没有多久的深蹲 你的名字叫黑尔格英斯塔号 这个事情那时候也造成了一场渲染大波 因为那时候 虽然欧洲跟俄罗斯的关系 已经开始慢慢走下波 但是还是朋友一般的关系 那俄罗斯在克里米亚那边的新部署 就是这一套 摩曼斯克BN这套电子系统 因为刚到那边 所以他们做测试 在做测试的时候 这一艘神盾舰 农位的新的神盾舰 就是去参加北约的演习 然后后来就跟另外一艘游轮互撞 然后这艘驱逐舰沉了 那舰上的航海日志最后的记录是 他们这艘神盾舰的GPS系统被严重干扰 他已经不是GPS收不到 而是位置是错的 所以才会 因为现在的船基本上都靠GPS定位 所以才让他们跟这艘神盾舰跟游轮互撞 那为了这件事情 挪威还跟当时的俄罗斯政府抗议 那这个就是电站系统 只是说根据那时候的讯号分析 这么远 就是从克里米亚一直到挪威那边的 就是北约演习的海域 大概4000公里 所以它可以干扰到这么远的地方 所以这套 我们知道这套系统的功率非常大 它是一个非常大型 大概目前全球范围里面最大的专业电站系统 因为它一整套需要四组天线 一组天线 一组天线其实是有两根 有两台车 那它天线举起来就跟我们那个高空吊车一样 它天线举起来有32米 它范围很广 对 它一整个 它阵地光铺设就要72个小时 就是它准备进入阵地 这么大的车队进去以后 跟指挥控制中心连线 到开机运作要72个小时 但是这72小时 它给涵盖的面非常非常大 所以对俄罗斯来说 这是一种战役层级的电站系统 那现在给伊朗一套 其实最主要就是稳定伊朗的 就是伊朗一直对电站系统这边是它的弱项 那你跟它的 它一直跟它的竞争对手 以色列是不能比的 那目前就是不管最后 最后伊朗跟以色列能不能打起来 那最起码伊朗北部边境 那么大一片 完全你很难用防空系统覆盖 他们希望有一套电站系统来覆盖 那这一次邵伊古去 其实就是在处理这件事 它可以提升伊朗对以色列的战略吓阻 那我们讲说它的防御 因为它干扰的能力很强 所以提升防御率 可是你想说攻击力 伊朗也在做准备 因为伊朗的总统也向邵伊古表示说 其实伊朗更希望能够拿到 俄罗斯的苏35S这个战机 还有S-400防空系统 但重点是俄罗斯会给吗 金哥觉得 我想基本上来讲的话 不是说你给不给 是你给了之后 人家能不能用得下 能不能吸收得了 能不能吃得下来 所以相对于威力无比的 MOMASC BN电站系统而言的话 苏凯35S跟S-400 是相对上伊朗的科技能力 跟军方的能力能够吸收的系统 而且最重要是无空防无空忧 就后面几乎就没有戏可以上了 今天我学弟是飞行的 我们军中有一句话 你知道问空军 你预备打到什么 我预备打到Last Pilot 打到最后一个飞行员 然后你问海军跟陆军 你预备打到什么时候 我预备打到Last Air Force Pilot 也就是说空军的打 空军打完了我们就没有了 其实从乌克兰的例子 就可以看到 对 但是我也想补充一下 刚才所讲的MOMASC BN系统 MOMASC BN系统 虽然是大功率 而且是我们经常讲 俄罗斯暴力美学 那个电站 极致的展现 对 无论是略佛屏 或者宽屏的勘扰 但是它是非常强的信号源 但是它覆盖的频率 是2到18GHz的军用频率 那这个就是去干扰 所有这个就是所谓的GPS信号 因为GPS信号 L1 L2跟L5 这三种频率 因为3跟4是另外有特殊用途 那假如是干扰 这个所谓的CA 就是说这个叫做民用波道 比较输 跟那个就是获取波道 CA频道 那个样子的话 会有一堆传受到干扰 但是问题是 也这个西方一直认为 说你没有 可是你的负频啊 就是double 或者说二分之一的频率 还是会大有影响 这就变成 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在电站的世界之中 经常有这种 官司打不尽的事情 但是呢 这不是神啊 你是这么有力的 去干扰别人 你也是等着要挨揍 为什么 你是最好的信号源 只要有反辐射飞弹 打给你两发 你就完了 把你打架 需要强了 就被容易收到 对 所以没有完全厉害的盾 也没有完全厉害的毛 一提两面 现在伊朗总统 也在关注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这个发动攻击的话 会不会危及到 他的执政地位 所以才传出说呢 像华尔街日报也分析说呢 这个总统呢 特别像最高领袖 哈密尼的说情呢 主要就是因为呢 民意的反弹 会不会危及到 这个总统的执政地位 当然要看 伊朗现在暴富的规模 还有暴富的方式是什么 才不至于会影响到 伊朗内报的风险 以色列跟伊朗之间的冲突 在4月19号 我们都知道 以色列呢 传出对伊朗发动了 暴富性的攻击 而根据外电的报道说呢 伊朗官方试图要淡化 这次的攻击 伊朗官方的官员 也向路透社表示说 伊朗并没有受到 任何外部的攻击 相关讨论更倾向于是 遭到了渗透 而不是攻击 还说呢 是有外国媒体 在刻意的操作 那么伊朗政府目前呢 也没有针对 这起所谓的暴富事件 提出反制以色列的计划 伊朗国营电视台呢 也报道说 在19号 大家所看到这个凌晨 说听到有爆炸声响 是防空系统呢 在伊斯法罕市 也就是伊朗核设施的所在地 在这个地方的上空 击落了三架 伊朗境内渗透者 所操纵的无人机 而美国媒体ABC的 最新报道说呢 被攻击的这个 伊斯法罕 核设施附近 被攻击的是这个 军事雷达战 现在众说纷纭 而今天又有一个最新状况 是伊拉克 亲伊朗的军事基地 也传出遭到了突袭 造成了一死八伤 但目前针对这个事情呢 美国跟以色列 都否认是他们攻击的 好 我们先来看 在4月19号 所谓的暴富性的攻击 伊朗方面看到是 刻意的淡化 而且强调说是来自于 境内的渗透 不是外部的攻击 所以现在大家想说 这是一场罗生门 有点物理看花的感觉 静哥来看出 其中的玄妙之处在哪 我想基本上就整体的态势而言的话 以色列没有持久作战 以及扩大战局的本钱 但是伊朗与恒权势 只要能够对于国内民众有个交代 他没有跟他继续纠缠的兴趣 我们观察一下最近 这个标准普尔 Standard and Poorest 已经将以色列的性质降等 我认为Moodis跟惠玉 Finch的很快就会跟进 因为他动员了七分之一的劳动力 去投入这场对加萨的战事 而且在北部还保持戒备 国内的反对内唐亚胡的情绪 已经到达了极点 在这一次双方交锋而言的话 在伊朗他已经有了重大的突破 因为这一次是伊朗首次从本土 发动攻击 而且可以远程实施火力打击 所以在这个样子 伊朗已经是赢家 敢打就已经赢了 但是伊朗很明显的 德黑兰他希望能够压制外溢的效应 特别他现在追求跟利亚德的和解 那假如要跟这个以色列交锋 必然要通过这个利亚德 这个沙烏地的上攻 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 他自我约束双方点到为止 那同样的这一次呢 以色列这样回击的 也是要点到回一次 因为伊斯法哈呢 在那边呢 他打在门口 他没有打到那儿 事实上我就是说 我可以点一下你 我可以打到你 但我可以自我约束 我也不打到你 这个好友一笔 彩花贼啊 半夜偷偷溜到美女的床头 留了一朵花 然后离开 第二天美女就知道了 有人来了 对 大家点到为止 心照不宣 就是这个道理啊 就是表个态 其实不管是对伊朗是如此 对以色列是如此 刚刚提到说呢 最早证实说 以色列有发动暴富性攻击的 就是ABC 那在画面上 我们提供给大家 ABC又在报道说 其实呢 在4月19号 以色列的进攻 是由战机 那么由伊朗境外 发射了三枚飞弹 摧毁伊斯法罕 当地的一个雷达战 美国官员也表示说呢 这次的空袭范围 是非常有限 所以看到 以色列选择 暴富伊朗的方式 是相对来说是克制了 但是纳坦雅胡 到底有什么用意 还是说呢 最近也看到一些分析说 这至少看得出来 美国在背后呢 对以色列 还至少发挥了一些影响力 之前本来说是 以色列是完全不受控的 所以刘老师怎么看 当然也有一些说法是说 这会不会是以色列的计谋 因为呢 现在不是传出说 用伊朗来换禁军拉法 这里面有政治 也有军事 我们一个个来看 事实上如果你看这个 从4月1号开始 以色列 他就攻打叙利亚的这个 在大马士革的这个领事馆 然后才有那么4月13号 伊朗的报复 4月19号 那么以色列的一个报复 那么其实这里面呢 一个我觉得讲 两个政治上的目的 政治上的目的 第一个就是 你想美国现在对以色列 实际上很大的压力 然后呢 纳坦雅胡呢 他就一直抗拒美国的压力 对不对 他常常也不太理美国 所以怎么样的 让美国说确认美国 还是在以色列这一边 那我最好就把这冲突给引爆 引爆让以色列 如果跟伊朗发生冲突的话 那你美国实际上表态 那美国表态 你比如说 你再怎么讨厌 再怎么讨厌纳坦雅胡 你还必须说 我必须支持以色列嘛 而且呢 他也知道 国际上很怕的事情 如果这样怎么升高 怎么办 所以你看果然就是 当伊朗攻击以色列之后呢 那么美国也好 欧洲也好 就告诉人家说 你要克制 你要克制 那怎么样让你克制呢 我们去制裁伊朗 我们制裁伊朗 你不要报复 我们制裁伊朗 那我们制裁伊朗 我跟你在一起 这也是以色列的一个目的 另外一个呢 如果升高跟伊朗的这个冲突 你看你晓得 以色列内部很多人 叫纳坦雅胡要下台 内部的压力很大 你也可以转移内部的压力 那第三呢 就是两个正的目的外 一个军事目的 就是你刚刚所讲的 本来的重点都在 以色列会不会去打 加萨走廊南部的拉法 那现在就讲说 以色列跟伊朗 会不会互相报复 会不会螺旋升高 没有人在谈拉法的事情 就是你转移助力到拉法 拉法那所以以色列 会不会趁的时候 能活人打拉法 这是一个问题 有点声东及西的感觉 有点声东及西 一点不错 但是你想得 纳坦雅胡 他这个厉害的地方在哪里 他的每件事情 都是政治算计 我要不要怎么报复 这个伊朗 我怎么打哈马斯 我打到什么地步 在国际上怎么反应 美国怎么反应 所以每一个事情 我都在算 他还算到 那么刚才张定雄也谈到了 就是说伊朗的问题 伊朗也在算 你想得去年3月10号 不是中国刚刚才调停了 伊朗跟沙奥地 那我们看到 中东的情势又改变了 东西改变 伊朗跟沙奥地 好像拉得比较近 那如果伊朗 如果真的要报复的话 那跟沙奥地的关系 是不是搞坏了 所以以色列 他当然也算到这一点 伊朗不会真的报复 那我以色列 我也不打 真的打 所以才会说像烟花一样 砰砰的烟花 所以你看起来很紧张 股票跌得很惨 但是你看起来 他基本上是军事 其实我觉得背后 政治的目的要多 因为既然是政治目的要多的话 所以他就不太会升高 这感觉好像是 以色列绑着美国 因为最近在联合国 你也看到说 美国投下了否决的票 反对就是巴勒斯坦 加入联合国 成为这个会员国 所以人家说 这个是不是中了 这个纳坦雅胡的计谋 但有没有可能到最后 变成是弄巧成拙 这要继续来关注 伊朗总统莱希呢 他也曾经透过 联合国大会的机会 跟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面对面的会谈 讨论什么呢 讨论伊朗核开发 还有提供 俄罗斯无人机相关的议题 莱希呢 也希望透过 跟日本之间的 传统友好关系 把日本当作一个桥梁 摆脱日本呢 被国际孤立的局面 那我们知道说 日本呢 它是G7 在印太地区 唯一的一个国家 当然呢 现在看到说 伊朗希望透过这个 日本跟G7的国家 来做沟通的桥梁 这个原因除了长期 是因为日本是买油大户 因为它有九成以上的 这个原油 都是从中东地区买来的 除了这个因素之外 还有其他的原因吗 蔡老师怎么看 而且另外要问的是说 那日本真的有办法 要成为桥梁吗 这个的话 我们可能要从历史上面 来去做一个解释 这是两国的一个关系 我们根据一下 伊朗在日本的一个大使馆 他们就会去讲到 为什么他们两国家 会这么好 他们为什么要去相信日本 因为根据他们的官网 1878年是他们两个国家 正式接触的一个时间点 那1878年就是所谓的 明治天皇的一个时代 那这刚好 刚好上这个节目 今天刚好戴这个口袋金 上面这个叫五三桶 五三桶的话 天皇室给下面的可以去用 那各位再看一下 日本的这个国家 他们的一个政府的一个桶 叫做五七桶 就刚好这个人家 这个很巧很巧 今天刚好戴这个了 那为什么会跟这个牵扯在一块呢 因为日本政府在明治的时候 就会跟伊朗开始建立很好的关系 还有一个伊朗为什么相信日本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因为他们把所谓的石油国有化之后 就遭受到美国跟英国的一个禁运 那这个禁运的一个情况之下 日本它是四处友好 他派了一艘船去跟他们买 买了这一艘有 这一艘船有 所以伊朗会觉得很感激 有点像我们台湾那时候在疫情的时候 我们那个疫苗不够 日本送我们那个疫苗 我们就会非常的一个感激 所以根据这件事情之后的话 伊朗就很相信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就是说日本因为战争的关系 他们就不能够有一些军备的 不能够派到海军外 派过军队出去外面 他们只能够扔到一个救援 所以长期以来 伊朗他们就很相信日本 你这个国家不会军事介入 而且我们在刚刚主任你所说 石油这个关系 对日本而言 石油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 而且刚刚主任你讲 九成对 对不对 就是从那边过来 还有很重要的就是 他们平常就会有一个往来 往来就刚刚说 在联合国里面往来 所谓的他们的首相 跟他们的领导也都会 一个见面 这个是从1878年 也就是所谓的53同 57同开始建立起来 一个信赖关系 那蔡老师 那我就想混着去说 刚刚提到说 那日本那对于G7 现在伊朗希望 日本在G7发挥影响力 可是日本真的有这样的影响力吗 有 为什么有呢 因为我们知道G7 其中六个国家都是 我们一般口头里面所说的西方国家 亚洲里面就只有一个国家叫做日本 那既然日本是在亚洲里面 可以说是在亚洲一个领导人 而且我们知道 日本他在去年 或是说最近这几年来讲 他一直讲一个概念 以G7为主要的舞台 以G7为首来去参加国际事务 所以他们抓住日本这个角色 所以他们才切入日本去跟其他国家交往 OK 所以中间其实你可以看到 日本也蛮为难的 因为这个两帮最好都不要得罪 因为得罪了伊朗这边的话 万一将来的经济跟原油相关了怎么办 再继续调的 正好